以景观平台与柴烧摇烤面包文明的餐厅赤脚精灵 欢度七周年特别与八卦山盛产的青山茶摆设茶席 透过网路号召民众来品名 现场作物虚席除了协助推广青山茶 也让大家欣赏到南投139沿线的美丽风光 优美的音乐搭配上优雅的茶席 位在头139线道上的赤脚精灵景观餐厅欢度七周年 业者特别以南投市在地青山茶摆设茶席举办感恩音乐茶会 感谢大家的支持也一并推广南投好茶 这几年推广青山茶 那我们赤脚精灵就每年都一样来办这个音乐茶会 那也尽了这个在地的一份心力 那另外一个就是北中南 还有我们这个中国大陆和海外的朋友 每年都会这样来聚集一地 那这样也让好朋友这样聚在一起 这种感觉是非常的很 这个是人生里面有情的友谊 这样能够有这个机会让大家在一起 这也是我们最大的目的 透过网络号召民众来自各地 现场茶席更是座无虚席 茶医师透过茶席与现场的民众交流 让民众感觉到原来泡茶也可以很有感觉 也可以很有温度 就是我觉得有学习到就是因为我本来对茶的知识不是很了解 然后就是这个茶道师他就是很专业 然后教了我很多事情 还有包括怎么品茶 还有怎么分类茶对 还有我发现就是茶是在泡茶的时候是 就是在放东西好像他们都是有生命的 对然后都是就是用心去对待他们每一个东西 我们的出席呢是我们来泡这个青山茶 然后这个青山茶呢是产地呢在我们的八卦山八卦路的这个地带 分配在福山啊永兴啊还有嘉兴这三个里 那它的面积不大 所以我们这一类青山茶呢茶品是很珍贵的 因为它比较稀少 那它呢是属于乌龙茶的一种 那它的背火呢并没有很厚 所以呢我们在泡的时候呢 就是以比较淡的方式让它的香气可以呈现出来 头一三九线到南投市沿线风景相当秀丽 适合全家大小观光旅游 这次透过感恩音乐茶会 更是让各界群聚一起体验南投市的慢活与悠闲 每个时节在我们的这个一三九线 都可以感受到不同的这个风景的美 所以其实大家有空的时候 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好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南投市 来上来我们这一三九线沿线 有很多非常风景美的地方 然后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南投县 这个好的一个风景地方 南投茶文化特色相当多元而且精彩 值得推广给大家 吃饺精灵七周年感恩音乐茶会 透过茶席茶艺师与民众的互动 让大家度过一个悠闲的下午 也一同品名南投青山茶 记者张东仁南投市采访报道 我认为大际栽星期的旅行